988聚焦东盟 目前的新冠疫情实在是令人担忧啊 你好我是舒婷来看头条看点 要怎么才能遏制新冠大流行呢 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塞说 想要在几个月内就控制这个大流行 方法就是全世界能够公平分享对抗疫情的所有必要资源 这就包括疫苗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谭德塞表示全球25到59岁的群体有惊人的传播率 这可能和传染性更强的变种病毒有关 他也说全球的冠病死亡病例在9个月内达到100万宗 而4个月后就增加到了200万宗 而达到300万宗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全球疫情不见好转 泰国在短短18天内就共有146名的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 其中有33人是在工作的过程中被感染的 被感染之后 这些医护人员就必须要进行隔离 这也让照顾病人的人员减少了 很多的无症状患者或者是轻微患者 都会被安排方舱医院进行隔离治疗 一名泰国的医护人员就感叹 有的患者实在是不听话 不遵守方舱医院的规定 没有时间观念 不配合自主检测时间 发出的餐点也不及时来拿 而且不准时交还病床和床具等等 实在是令人心累 当然有患者对于方舱医院特别有好感 一名网友在脸书就分享自己在方舱医院是怎么快乐的生活 他说啊里头有食品饮料的供应还很美味 如果生活用品不够也有人送来 还可以扫码登录跟医生护士聊天 随时接受心理的咨询 而且啊所有人呢是来自不同地方 可以结交新的朋友 就像是大型的露营活动 而在另一边呢也有网友批评 方舱医院的生活环境其实非常的糟糕 随时开着灯十分刺眼难以入睡 而且啊临近的病人睡着之后会打呼噜声音太大声音吵杂 再说又没有冷气厕所太少等等 那确实啊很多的方舱医院的病床呢 其实是没有隔板间隔的 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隐私的地方 在泰国一名女病患的不雅照片就被广传 照片中这名穿着短裤的女病患正趴在床上玩手机 时不时和旁边的病患聊天 不慎暴露了她私密医务 网友们对此就议论纷纷 认为偷拍者的行为是触法了 同时建议方舱医院的病床之间应该要有隔板 这能够防止病毒传播又可以防止偷拍 目前泰国的卫生部已经下令调查 回应说要问责偷拍以及散布照片的人 那如果没有顾及敏感的行为 往往就会引发争议 就像我国马来西亚最近引发争议的网络赌博广告 由于是由穆斯林演出 而且还鼓吹网络赌博迎钱衣锦还乡过家节 已经抵触了宗教敏感底线 现在执法单位在调查视频的制作单位 以及下架广告 而在印尼也发生了挑起穆斯林的神经线争议 一名叫做瑟夫保罗的人自称是穆罕默德第26位先知而引发争议 伊斯兰教士联合会秘书长赫尔米就认为 约瑟夫的行为是对伊斯兰教义的嘲讽和侮辱 宗教部长雅古也敦促执法人员对任何的仇恨言论 以及亵渎宗教行为的人采取行动 他呼吁公众在分裂主义者破坏统一的情况之下要保持冷静 并且努力促进团结和宽容 目前国家警察刑事调查局正在和国际刑警组织协调 以追捕约瑟夫 因为有信息显示 约瑟夫不仅不在印尼境内 而且已经定居德国了 他也放弃了印尼籍的公民身份 好了今天的聚焦东盟头条看点就跟你跟进到这里 你身边有没有单身的朋友呢 你会不会很积极帮对方找对象 等等 对方有可能其实正在享受快乐无比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呢 根据华商报的报道 在中国有超过两亿人单身 他们经常一个人吃喝玩乐 例如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看一个人的电影 吃喜爱的大餐 有时间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 或者是养一只宠物来陪伴自己 可见单身者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金钱享受自我的生活 所以这群单身者聚合成了一股庞大的消费新势力 催生出了新的消费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朱迪就分析 单身消费者注重自我的体验和感受 不会盲目的去追求品牌 而是更倾向于购买高性价比具有个性化的产品 这也引申出火热的单身经济 越来越多的行业把目标瞄准单身的消费者 为他们打造更加专属化个性化的消费场景 比如餐厅就会推出单人单桌 或者是相互隔离全程没有交流的用餐环境 以此来吸引一个人用餐的消费者 家电行业也刮起了一股迷你风 不少的小容量高颜值多功能的小家电 成为了单身群体的新头号 单身经济也发展了火红的单身公寓等等 单身经济有长久的发展空间 也会引申很多的产业机会 虽然如此一向以北京某高校的调查显示 有高达85.22%的大学毕业生在选择工作的时候 其实是会受到住房因素的影响 例如住房的因素就包括了自持住房的情况 住房购买 住房租赁 住房优惠政策四个方面 其中在住房租赁方面 有将近一半的人是能够接受租房的价格 是占工资比例11%到20%之间 他们也会优先选择有提供住房福利的工作单位 不过随着中国房地产的市场不断发展 各地的房价也快速上涨 恐怕让毕业生难以缓解租金或者是购房的压力了 好了转看我国 你知道最受欢迎的智产地区是哪里吗 答案是柔佛首辅新山 产业网络公司iproperty.com.my 从2020年1月到12月搜寻的数据显示 浏览新山的人是最多 占了16.24% 新山是很多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国人 特别是大马人考虑置产的地点 而第二大热门的地点就是雪安娥州的巴达林在野 主要是因为靠近首都吉隆坡 拥有完善的基本设施 有购物商场等等 再来第三就是雪兰娥州的首府沙亚南 第四呢是吉隆坡的交赖 第五则是白沙罗高原 其余的6到10热门制产地点 分别是安邦 霹雳首府遗宝 雪兰娥特皮卡纳利阳镇 万瑙以及哥打白沙罗 10个热门制产地点中啊 雪龙区就占了8个 泰国方面业者其实对于房产今年第一季的复苏情况有所保留 泰国房地产咨询中心代理负责人微猜就透露 房地产经营者的信心指数维持处于低位 连续第八季度低于50的基准值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爆发新一波的疫情影响国家经济的复苏 不过如果展望未来6个月 预测信心指数将会位于58.8 证明经营者对于房市的前景依然抱持着信心 政府目前正在陆续为民众接种疫苗 再加上官方宣布延长房地产业的刺激措施 同时呢土地及建筑物的税率也暂时降至10% 因此这就提升了房地产经营者的信心 好了我是舒婷 988聚焦东盟为你整理的新闻内容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聊